全部賄賂 第三個當然就是說你將來的資料 這個資料庫 可以不一定要放在同個資料夾 你可以放在 網方的某個地方 或者伺服器 server上面 或者某一台電腦上面 你也可以去存取他 大家一起共用 也可以把資料共同去使用那個空間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請各位利用那個 SS資料庫建立 一個對應的Excel資料 資料表 OK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兩個名稱都叫做問題 不要組所以 不要組所以OK 那今天的話我想我們至少 先把資料庫建立起來 下個禮拜的話我教各位用那個 ADO這個元件 外部的引用的ADO元件 怎麼樣可以再結合 SEQL語法 把一個資料寫到那個SS裡面去 當然我給各位的方法一定是最簡單的 步驟一定是最簡單的 我不會跟你講很多ADO這個元件的歷史 跟他的理論 那些其實對各位來說 太難了 而且你們目前階段應該也不太需要知道那些東西 我會給各位的就是最簡單的 可能有些只需要 套用一些範本 然後複製貼上 改一改地方 他就可以work了 你可以看到以後就可以這樣用就好了 至於你有一些細節 假如說你實在是想要多知道一些的話 再問我也可以啦 我可以給你很多資料 那些資料的話呢都是 比較理論性的 而且ADO其實可以做很多 那ADO這個元件不只是只有VBA可以用 像Visual Studio啦 或者是各個 其他的開發工具 也都是用ADO在存取 資料庫 也是用SEQL在存取資料庫 所以這些都是相通的 給大家請各位先利用那個 這個SS 建立那個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就是問題 記得把它存在 同一個 資料 資料匣裡面 那今天我想你們就先把它存在 同一個資料 下一次來的話就可以直接來 來做練習